一開始都是鮮熱鍋 接下來我們下豬油 用豬油是因為它比較香 對 我們其實在家裡都好少用豬油的嘛 通常花生油、橄欖油都可以代替它 然後接下來我們下蝦米 這個蝦米是先浸泡過嗎 對 先浸泡過 那個蝦米呢 然後要爆香 把它的香味爆出來 師傅大概浸泡多久時間 嗯 蝦米的話大概15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都不可以浸太久了 因為它吸水都很快 就會變得太過濃了 來 我們再下五花肉絲 師傅我想請問一下這個下這個配料的步驟啊 就是順序 它一定要跟這個順序嗎 不一定 看自己順手 哦 所以其實是加入這些配料 那順序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五花肉絲炒大概八分熟 然後繼續下那個香菇絲 香菇絲應該也是要浸泡過嗎 對 也是要浸泡 時間差不多 好 我們現在如果自己在家製作的話 基本上把蝦米啦 香菇絲啦 還有很多魷魚 其實都可以煎魚煎泡 在一起 比較白一點 再來下醬油 好 那師傅請教一下這個醬油有特別要用哪一種 沒有啊 沒有用哪一種 只是你要注意說你用的醬油的鹹度 哦 對 那師傅可以太鹹嗎 還是 就是你如果鹹度太鹹的話 你其他味道可以放輕一點 哦 OK 它都鹹度適中的醬油就可以了 對對對 加水 我們加水那時候呢 重點就是 他要把那個食材全部都浸過 是 味精 大概是一湯匙的那個味精 一湯匙的味精 那其實我們現在煮菜都很小用味精 是啊 我們可以用什麼其他東西 那叫味精 因為其實我們在家煮飯也很少 在家煮飯的話 你如果不用味精 就少放就好 因為你可以再利用糖去把它中和 可是你糖不可以下太重 不會吃起來變得太甜 嗯 了解 那接下來我們下那個油蔥酥 好 好 這有什麼油蔥酥是台灣常用的 在做菜的時候呢 對 因為你一般買得到其實都可以 只是它的味道會不會比較香而已 嗯 特別在這裡 所有料都進去之後 那就是把它煮到滾 然後放在另外一個容器 然後給它大概熬煮大概20分鐘 接下來師傅就要教大家 如何處理米糕的精髓 糯米飯 那師傅我們要怎麼處理這個米的部分 通常拿到原糯米的話就是 你如果今天要煮可以前天先泡 米大概洗個30分鐘之後把它立起來 然後水大概加跟米一樣平了就好 先放冰箱 如果是當天要的話就是 用溫水泡30分鐘 然後再把它立起來 然後再放在一個容器裡面就去蒸 然後再放在一個容器裡面就去蒸 哦 那用溫水泡30分鐘不期待 對啊 這個湯時間 就是你水 這已經泡的 然後水不要太多 你太多的話蒸起來會變爛爛的 這個大概蒸20分鐘 你在家用的話 應該會有那種蒸籠的那種鍋子 用那個蒸會比較方便 第一層下面是很多洞的 是 接下來的步驟是我們把 紅蟳排上去 師傅加這個紅蟳就是 希望那個鮮味可以 就是 你用生的下去做的話 就是它原本 那個螃蟹的甜味會直接 被米糕吸附 所以你吃的時候會有那個螃蟹的香味 啊 奇怪 但是我剛剛吃的應該真的是 我才甘辛耶 那我們大概蒸多久啊 這個大概蒸15分鐘 新鮮的話4分鐘就夠了 因為蒸太久會太老 蒸的時候要注意要大火 就是要滾的時候再放下去 不然它吸太多水蒸氣的話 米糕會變得很爛